无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大米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主食之一 眼下正值我国南方中晚到收获的季节 但是记者最近在产粮大省江西采访的时候了解到 由于稻谷从收割后到销售储存之间的最后一个环节 烘干不能达标 导致江西省每年的稻谷损失达到20亿斤以上 相当于全省稻谷收购量的5% 而这种情况在南方的多个省份都同样存在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调查吧 我国稻谷年产量约4000亿斤 其中江西安徽等南方13省总产量3400亿斤 占全国稻谷总产量的85% 在收购量超过50亿斤的省份中江西位居首位 然而在稻谷收购过程中 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稻谷水分含量过高 国家入扣的粮食必须达到国家标准 水分标准 也就是说13.5 这是不能打之后的 否则的话粮食就容易发生糜烂 容易变质 那就给国家造成实施 而现在我们在收购过程中的水分 一般收购机收购的水分 一般都在16%到18% 有的高的是超过20% 据介绍这几年江西大量推广应用联合收割机 为了减少收获时颗粒洒落 要求收割机在较高水分时收获稻谷 同时机械的使用会把街杆上的露水带到粮堆内 这也增大了稻谷的水分含量 眼下政治南方中管道收获的季节 如何把收上来的稻谷水分降低 成了这段时间农民的主要任务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而且把粮食作物晾晒在路上 会降低路面与汽车车轮的摩擦系数 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同时摆油马路表面沥青中的有害物质 以及车辆尾气中的钳二氧化硫等 都会影响稻谷的品质 但尽管相关部门每年都会在稻谷的收获季节 加大宣传和巡查执法力度 很多农户依然会采用这种最传统的晾晒方式 那不是说规定不让在公路上晒吗 我们股市要晒干国家才能收 没有干都他不要嘛 没地方晒 那以前就是这种情况多吗 腐烂的因为这个没晒干啊 以前肯定下雨天我们晒不赢了 就腐烂嘛 没有没有晒场嘛 重量大幅粮食多嘛 一重就是几十万斤 经过这个有关专家的调查的话嘛 他们这个调查数据表明 每年因为这个干燥不及时啊 造成的这个发芽 每一遍的占这个稻谷的产量 百分之五左右 那么这个损失 要全国统计 这个数字是非常尽能的 在江西来讲 仅找到这一块 大概在七到八亿斤嘛 以江西年产粮食四百一十六亿斤计算 其中收获后因气候潮湿 来不及晒干 或未达到安全储存水分 而导致稻谷出现变质的情况 大约占到百分之五左右 约二十亿斤以上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在2004年 我国就开始推广 粮食烘干技术 但每年采用机械烘干的谷物量 仅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一左右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百分之九十五的水平 这些年来的话 这个粮食烘干机 一直在我们的补贴目录范围 但是推广的速度不尽能一米 近几年 12年 13年都在100台左右 12年是120台 国家和省两级补贴资金是600多万 今年是到目前为止是补了98台 这个跟这个需求量来讲 是差得很远 近十年的时间 为何烘干设备一直难以推广 究竟有哪些制约的条件 据了解 大部分粮食烘干机是采用恒温烘干 水分可控 十个小时就可以降低稻谷十个点的水分 然而在江西省内的几个重粮大县 对于大多农户来说 购买烘干机是一种奢望 景德镇就是一家嘛 我们景德镇就是一家烘干机 记者从江西省农机部门了解到 目前我国常见的烘干机 一般集中在15万至17万之间 而目前国家农机最高匹次补贴4万元 最少补贴2万5 折算下来 一台烘干机的价格在12至16万元之间 这相当于一台拖拉机或收割机的价格 既然这样 烘干机的推广难度 为何远远超过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其他农机 首先要最起码要3000平米的土地 我们要是租订 包括土地应付 也要二三十万 那么我们要建一个配搭的厂房 最起码又要五六十万 还有一些配搭的一个仓储设施 那么就是真正建起来下来 它不会下一百万 像一个单 单纯的重量大户 它一下投入这么大的资金很难 初期投入过大 使用成本过高 占地多 这让大部分农民对烘干机望而却步 而且多数人觉得 烘干机属于应急设备 一年只能用那么十几天 投入于产出不对等 如果这个烘干机 你不装到这个五台以上的话 你就用不了锅炉 用不了锅炉 你只能用燃油的 用燃油的那个成本 是什么概念的 就是我们用锅炉的 是那个大壳的 可能就是整个包括人工 全部算在那里 全把它封干 把它浸仓的话 三分钱一起 如果用燃油的话 这个成本总共加起来 这个要七到八分钱 所以这个一算上 有些大户 算如果我买一台两台的话 如果收燃油的话 那根本就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没有检测什么成本 邓申文说 种植规模越大 对粮食烘干的需求也越大 而相应的烘干机 也必须达到一定数量 才能达到产收平衡 而这对很多农户和大户来说 同样很难承受 从当前江西全省水稻生产的现状 及烘干机的特点来看 目前省内耕种面积 超过500亩的重量大户 仅占全省耕种面积的20% 而这20%中 拥有粮食烘干机的不到一半 这样一来 全省绝大部分的农户 无法通过粮食烘干机 及时进行粮食烘干